大家好 欢迎大家收看你好藏目 随着美国贷款利率的不断飙升 越来越多的卖家选择降价将房子卖出去 可是越来越多的买家还是持观望的态度 在房市渐冷的情况之下 地产经济受到了很大的冲击 在这样的情况之下 那律师到底发挥了什么样的作用呢 律师能不能够同时让买方卖方和地产经济 共同实现自己的利益呢 我们来听听张迪凯联合律师事务所的 张迪凯律师的详细的介绍 张律师你好 大家好 在现在利率飙升的情况之下 您有什么样的好的办法 可以让买方卖方还有地产经济 都实现自己的愿望吗 妙点就是在于卖方把原本的债务 给transfer给买方 这样子的话就同一时间解决所有人的问题了 我来解释 假设你的房子是100万 原本卖家他还欠50万 他原本这50万可能很久以前借的 所以利率可能是3% 可能4%甚至可能只有2% 对不对 这个时候这个卖家传统的方式是 卖了之后 新的买家 他再去重新去借贷款 这个贷款呢 这个利率可能就7%以上 这样子非常的贵 那对卖家来说都一样 反正钱拿到手 但是对买家来说 原本一个2%的利息 现在变成7%的利息 所以对买家来说这个非常头痛 那对于这个房地产经济呢 要是这个交易达不成 他就没办法有房子卖 他就没有办法这个收入了 所以要是可以结合 让卖家把原本欠的这个债 以原本欠的2%3%4% 把它转移给这个买家的话 来买家来继承原本的债务 对不对 那样子的话 这个交易就可以成功 所以我们的这个房地产的客户 他是开房地产公司 他就一直为他的这个公司烦恼 说没办法 因为现在的人 卖家不愿意卖 一直降价 或者是买家不愿意买 因为买不起 所以他的这个员工一直流失 我给了他的这个建议 非常的高兴 然后他现在去尝试的去做 做了几个 所以对大家来说都非常好 因为你看 对卖家来说 要是你可以跟他们说 你不用降价 你就原本的这个高的价钱 对 2022年 2021年 这个房价已经标到很高点了 你就以这个价钱卖 但是唯一的要求就是你要把你的这个mortgage 把它transfer给新的买家 不是在你名下了 所以对你来说完全没有差别 买家听起来那没关系 对不对 反正我都是拿到越多钱越好 对买家来说 唯一需要的就是 比如说房子是100万 欠债 原本的卖家欠债还欠50万 那他就变成需要拿出50万的现金 然后再继承这原本另外这个50万 这样子来做这个转交的这个交易 类似像这样子的方式 然后他可以在外的地方再贷款 那么中间的这个mortgage 他们就可以做他们的手续 他们也可以赚他们的钱 所以大家都可以赚钱 大家都可以省钱 但是就是需要通过一个新的一个法律程序 来跳过原本现在的这个飙升 当然并不是所有人都可以这样子做 对不对 有些买家不愿意transfer 或者原本的卖家 他的这个interest rate是标幅性的 所以原本是2% 马上变成9%了 他经不起这个改变 所以他打算卖掉 所以并不是所有的卖家 他们都有一个很好的mortgage 但是可能30% 40%的人 确实有一个很好的 对他们来说 对他们没有用 但是要是可以把它transfer过去 对买家会非常大的帮助 所以用这种方式来找寻哪些房子 适合 然后让大家都可以赢 张志生能不能为大家具体的介绍 到底如何去转移这样的一个贷款呢 如何操作呢 卖家的贷款通常都是银行 可以是United Mortgage 或者是你的Chase 或你的Waltz Fargo 他们也可能已经转卖给其他人了 你要找到现在是谁拥有你的这个 然后跟他们联系 所以要把这个转到另外一个人手上 他们的手续是什么 可能需要付个几千块钱的这个手续费 然后他们也要重新做一个这样子的 refinance 要确定新的这个人 他是不是credit worthy 对不对 但是对他们来说 能有这个手续费几千块钱很值得 所以他们去做 做完之后就可以transfer 批准的话 批准的话就可以transfer transfer的话 接下来这个钱就可以 就像一样的房屋买卖一样 钱进到eskull 然后所有东西transfer过来 这个过程是在买房的哪一个步骤之后的呢 又要一开始 对不对 一开始就跟卖方说 这是你们需要走的这个程序 愿不愿意走这个程序 对卖方来说 可能就变成要多一点的时间 可能多一个月的时间 所以不可能说那么快就交房 所以原本一个月 可能需要两个月 可能需要三四个月 但要是对卖方来说 可以多好几万 那就有可能 对不对 也可能可以先跟卖方来说 我们客人绝对有这个足够的金额 只是他的这个bank statement 已经有这么多钱了 就是想要assume剩下的这个debt 对不对 做完了这样的一个贷款转移之后 买方需要承担的这个贷款利率 到底会是多少呢 是原来卖方所承担的那个贷款利率吗 对对对 所以要是你是7%变成6.5% 那就不用做这个事了 但是要是7%或8%会变成2.5% 或变成3% 这个就差很多了 所以说在这个过程当中 为什么要找律师呢 律师是保证哪方面的利益的呢 没有不需要请律师 只是 只是这个过程 看起来很多人没想到这个事情 所以很多人都反而闹买不起 但是现在这个主意 我已经出出去了 我相信很多的这个公司都会采用 要是哪些公司采取这个变成一个服务 那他们就会发了 所以现在是个危机 但是可以变成转机 只是需要想这个办法而已 今天非常感谢 张迪凯联合律师事务所的张迪凯律师 给我们的地产行业的朋友们 想出了如此的一个妙招 也感谢大家的收看 我们下期再见 好 拜拜 拜拜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